嗨嗨,游乐本,我是Emilie米达 春天到了,韩国的樱花也都盛开了 虽然确诊人数已达1万多名 但每日增加的人数开始低于50人了 也从原本的名列前茅 到现在脱离了全球的前10名 有逐渐趋缓受到控制的趋势 也明显感受到政府及人民的危机意识提高 由于许多国家开始进行锁国政策 许多班机被取消 航空业面临危机 旅行社没有生意 只好转做代购 但国际运费关税提高了将近两倍 韩国代购更加困难 外国游客锐减 小吃业、饭店业大受影响 也看到网路上许多民宿 负担不了庞大的租金和贷款 也考虑不再做 3月份光是前20天就有1600家的餐厅停业 但外卖跟网路商店、韩剧依旧盛行 这次就让我来更新一下韩国目前的情况 及韩国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控制疫情蔓延 好的,继上一次我拍关于韩国疫情蔓延的原因 以及入境相关的限制等等的相关影片之后 最近韩国的确诊人数已来到了9000多名 9583名 然后其中6000多名大多是集中在大秋 300多名是集中在首尔这样子 韩国总理也宣布从4月1号开始呢 所有入境的旅客 无论国籍入境韩国皆需接受两个礼拜的义务隔离 那如果没有韩国居住地的话呢 需要前往隔离设施 强制隔离两周 而且费用自立 那韩国拒绝居家隔离者4月起加重处罚力度 可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金 大概是25万台币 韩国外交部更新 从4月13日起 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护照持有者 原有90天观光免签优待权取消 目前持有长期签证者 不受影响或已持有旅游签证入境韩国者 该效期结束前可继续在韩国待着 那另外呢 机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影像仪 可以检测所有入境旅客的体温 那所有入境的旅客呢 都要实施特殊的检疫程序 包含填写健康调查资料表 然后测量体温 检疫检查 以及下载自我检疫的APP 那我上班的公司呢 也开始会要求员工 在上下班之前呢 要先消毒手 然后测量体温 确定没有超过37.5度的话呢 才可以进入公司 那所有就是check-in的旅客也是 就是check-in之前呢 也是要测量体温 确定没有37.5度 才可以进入这样子 那韩国也开始效仿台湾 就是开放民众在每周购买限量的口罩 那它是以出生年月日的最后一码 然后比较相对应的天数 然后可以去购买 那像我是外国人的话呢 我就持外国人登陆证 然后呢可以到药局农协或邮局购买 一个口罩是1500韩元左右 那一个人可以获得两个口罩这样子 那口罩目前可以携带出镜的数量呢 是30个 仅限手提行李 然后超出浙江没收 那如果有被发现就是口罩囤货 或者是拉抬价格等等的话呢 会除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最高5000万韩元的罚金 目前是做得非常彻底的 就是不管在地铁或者是手机的简讯 就是常常会警告民众 就是要多加注意到戴口罩啊 其消毒啊 其洗手等等这些资讯 要是那个地区有发现确诊者出现的话呢 我们的手机就会马上 就是每次都会被那个吓醒 然后我好几天就是因为这个简讯 也要被吓醒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那一区域 今天新增了几名的确诊者 叫大家要小心啊等等的这种通知 那如果一旦发现你有就是发烧 或者是身体不适的状况的话呢 你就要马上通报 然后他们就是有安排六百多个检测中心 可以过去那边先进行检测 那目前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是 他们还有开设一种就是得来速的检测站 民众不需要下车 他们就直接开车 然后经过那个检测站 那就会有人员帮您进行检测 然后目前已经进行了超过30万次的检测 人均检测率呢是美国的40倍以上 那由于近期全球的疫情都非常的严重 然后外国旅客大幅缩减 许多的公司跟产业其实都面临了倒闭或者是裁员等等的冲击 那像我刚进入的公司也是一样面临着一样的冲击 从一开始的就是我们放假变多了 会让我们提早使用年假 就先把年假用一用 到最近已经开始放有新假了 就是我目前四月份呢是整个放假的 然后但是是有几新的 就是依照你的签证 那政府有规定就是 比如说有居住签证或者是结婚签证的人 他们还是可以获得70%的薪资这样 所以四月份我就是放了有新假 但是虽然说我有一整个月的假期 但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不出门的 就是能待在家里就是尽量待在家不出门 然后料理三餐啊 那除非要购买食材 然后才会全身包紧紧 然后戴着口罩 就去外面购买食材这样子 所以是尽量不出门的 就只能在家里料理三餐剪片睡觉 那其实我当然也有想过要不要回台湾 但是因为目前韩国不论国籍 所有的入境旅客都要隔离两周嘛 那就等于我回台湾要隔离14天 然后待个几天之后 回来韩国又要隔离14天 等于14天14天其实一个月就过去了 那我是觉得如果我回去的话 第一个大飞机也是有风险 然后第二个如果就是这过程当中有确诊什么的 就是增加了防疫人员的负担 也增加家里的负担 我有的家人他们是说公司有规定 如果说他们周遭有遇到有确诊的人 他们也要隔离14天 所以这样我回去等于是增加家人跟防疫人员的负担 所以我目前呢就是暂时打算是不回台湾的 本来是有经营韩国代购 所以还是可以送 但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快 就是可以两三天左右就寄到台湾 可能也是要一周左右 保险估计一周左右可以到台湾这样 这个运费实在长得太夸张的情况下 所以我目前其实都已经把我所有的预购商品都先不翻手了 然后主要就是focus在我在台湾有现货的商品现卖出这样子 然后像我也听说很多的民宿啊或者是旅行社 他们都表示说目前真的是很难经营 因为没有完全没有外国旅客 像我工作的饭店也是完全几乎没有外国旅客 几乎都变成是韩国客人入住了 但在没有外国客人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做他们就没有办法经营旅行社啊跟民宿嘛 那所以他们就转而做代购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关税长得很厉害的关系 他们也就是很多其实都有一点快撑不下去 然后很多餐厅咖啡 他们都选择就是暂停营业 然后可能就公告说啊内部消毒等等的 但其实很多就是因为真的没有客人 然后像小池潭啊 我们在新春很常去吃路边摊 路边摊的老板娘也说就是客人少了很多 因为大家几乎都是待在家里点外卖啊 然后就比较少出门了 所以他生意也大受影响 那我是觉得这期间还能保住工作已经谢天谢地了 就是感谢公司还愿意留我们 当然还是希望疫情可以快快好转啦 那目前其实韩国他们是有控制住了 因为之前的增加速度真的是超猛烈的 但是最近呢已经有趋缓的现象 就是没有像之前一天增加的超多的那种 也是有注意到政府跟民众之间的那个危机感 已经提高了很多 所以街上大家都很自律 就是会自己戴口罩然后勤消毒啊 戴干洗手等等 非常时期也只能多多保护自己啊 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 尽量减少外出 就每次在新闻上面看到那些 不管台湾疫情如何 然后还硬要出国完的那些人 然后导致台湾的确诊已经破200例了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心疼 我们台湾的防疫团队啊 医疗人员防疫团队 然后还有制造口罩的团队等等的 他们都是不眠不休的在保护台湾 就是捍卫台湾的疫情 希望不要扩大 但是这些人就是死 完全不晓得台湾的疫情严重性 然后还为了机票钱便宜 然后就贪小便宜 跑出去玩这样子 然后也害得我们这些 在这边留学啊工作 不是为了游玩 然后待在国外的人们 想要回家也回不了 真心觉得那些就是不听话 然后乱趴趴走的那些人 都可以像印度的警察那样子处理 是的 很便宜 交给人 可是他们都做了 你来说 就是直接街上抓出來 鞭打之類的 或者是送去北韓之類的 真的覺得很欠揍 好的 總之呢 就是真心的希望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疫情 都可以快快的好轉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等到疫情好轉的話 就是大家都可以快快回家 然後跟家人團聚一起吃個飯 這樣子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也歡迎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們就一起加油 希望可以平安順利的度過這次的難關